大家好,我是Elsa, Konnichiwa,Elsaです 上个视频呢,我们介绍了护肤品相关的日文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会从四个部分来介绍一下彩妆相关的日语 视频的最后呢,会复有影片内容的总结,不要错够哦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内容吧 首先呢,我们来介绍面部彩妆的部分 护肤完成之后呢,我们要先给脸部打底 那底妆的日语呢,叫做Base Make 底妆的第一步呢,我们要图妆前隔离 妆前隔离的日文呢,叫做 化妆下地 它写作化妆下地 就是妆前隔离的意思 那同样妆前隔离呢,我们要图粉底 粉底的日文呢,叫做Foundation 它是用英语的Foundation 来的Foundation 粉底呢,也有很多不同的类型 粉底液叫做Liquid Foundation Liquid Foundation 英语中液体就是Liquid 那粉底液呢,就叫做Liquid Foundation 粉底棒 Stick Foundation 还有很多女生喜欢用的气垫粉底 日语叫做Cushion Foundation Cushion Foundation Cushion Foundation BB刷 BB Cream BB Cream 还有CC刷 CC Cream CC Cream CC Cream 还有粉饼日语叫做Powda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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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粉底呢,我们要上遮瑕 遮瑕呢,日语叫做空隙啦 空隙啦 空隙啦 上完遮瑕呢,我们就生底妆的最后一步了 上散粉 散粉呢,叫做Face Pow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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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底妆的部分呢,就完成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修饰脸型 高光叫做Highlight 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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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修容阴影 Sh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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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腮红 日语叫做Cheek Cheek Cheek 我就属于那种超级手残 超不会涂腮红的 每次涂腮红的 每次涂腮红都会被说像猴皮 Cheek 腮红 接下来呢,是眼部彩妆 首先我们要画眉毛 眉笔呢,叫做 Ebrow Pencil Ebrow Pencil Ebrow Pencil 美粉呢,叫做 Ebrow Powd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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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很多美女喜欢用的染眉膏 日语叫做 Ebrow Masca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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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眼线呢,我们也会有各种工具 眼线笔 叫做 Pencil Eyeliner Pencil Eyeliner Pencil Eyeliner 眼线液笔 Liquid Liquid 就是液体的意思 Liquid Eyeliner Liquid Eyeliner 还有眼线膏 Jero Eyelin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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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眼线之后呢,我们要加睫毛 那睫毛加呢,叫做 B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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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ra呢,这边都是要发长音 我们要脱长音拍 Bura Bura 如果带夹睫毛呢,夹睫毛叫做 Tukemasu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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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要刷睫毛膏 睫毛膏呢,叫做 Mascara Mascara 大家还记得刚刚的染眉膏怎么说吗 Aibro Mascara Aibro Mascara 那睫毛膏呢,就是 Mascara Mascara 最后呢,就是唇部彩妆的部分啦 口红呢,日语叫做 Kuchiba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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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写作汉字,写作口红 Kuchibaini 唇彩的日语呢,叫做 Lip Glo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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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唇线笔日语叫做 Lip Liner Lip Liner Lip Liner 化妆的时候呢,我们还需要一些 必不可少的工具,比如化妆包 花worth 余 inclusiva 还有化妆刷 美苦섭 美苦ブラシ 美苦 alternate 化妆的粉泡 叫做 Puff Puff 化妆海綿 make your sponge make your sponge spongy就是海绵的意思 make your sponge 化妆海绵 有时候我们会需要棉签来晕染一下 棉签日语叫做 menbo 它也写作汉字写作棉棒 都说menbo menbo 还有补妆的时候会需要用的 吸油纸日语叫做 abla torigami abla torigami abla torigami 以上就是化妆品相关的日语栏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请帮忙订阅关注点赞 如果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话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 那我们就现在见咯 また次回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拜拜 请不吝点赞